大家好,我是后拍胖子 最近好像抖音改革很多视频都不浪发了 也不知道这个视频能不能发 哎呀,反正我们一流既往的开个箱 拿个币看看,对吧 自己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现在就是说都怕大家站外引流嘛 毕竟是 对吧 这种多事情确实也存在这个现象 啊,这个东西收到了 这是一个老哥的退货 退了就退了 就放边上吧 我呢,他就寄到我单位了 寄到我家里来了 行,这就不看了 大家好,我是后拍胖子 这是 这个东西啊 给它开一下 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啊 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东西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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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前面那个视频就算过了啊 嗯 嗯 你们看看这个啊 这开箱出来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最近好多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啊 啊,这是一个佣镇 啊,因为最近佣镇赏价了嘛 我就能就适当的收了一点佣镇啊 可能碰到合适的不贵的就买了一个 这佣镇的话需要灯光近一点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 嗯 这种放到一倍 嗯 被佣镇啊 之后还是可以的 5克以上的一个佣镇 嗯 二十八 二十七点几啊 这个虽然就八十分 但是它是个一一一零的盒子 东西大概率砸盒是没有问题的啊 啊 因为当年的供博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啊 啊 这B也非常开门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缺陷点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啊 这是一个个人送贫的这个东西啊 保安局 盒子也非常老啊 东西也不错 安局的5.3克 买的原因就是它客栋也大 东西原最原味啊 字口一笔一画 嗯 所以说呢 我就把它买了啊 相对也非常开门啊 所以就是买东西的原则吧 你并不一定要去看分数啊 分数只是一个参考 B它不会变 这种值大概率是个能送贫的东西 如果是老板货就打个85分了 因为字口全打个85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啊 行吗 这是你对很多品牌的把控 以前的送贫的时候 那时候能给个80 就算蛮好的 送北京更不可能给你个78分啊 行吧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个时代是我应该刚刚开始玩钱币 再往前大概半年啊 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啊 这个币年底的状态的时候打了 那时候公伯还是如日中天啊 行拜拜 别说那儿吧 好 好 谢谢大家